这是两代武器之王交接的时刻 冷兵器的巅峰血滴子内藏无数剑刃 精致抛出百米之外取人手机 而如今他的对手火炮出现了 今天带来一部冷兵器之王血滴子最后的故事 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转发和关注哦 前来五年边境出现了一支牧民组织 打着反清的旗号 接连暗杀了多名清朝官员 为首的名为天狼 他精通医术能见异象 传说跟随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 追随者不计其数 为阻止组织继续扩张 朝廷派出了血滴子前来捉拿其手里 血滴子是朝廷秘密培养的一组小队 由六组人组成 为首的是皇上的心腹冷 作为冷兵器之王 百米之外便可取敌神性命 而暗地里皇上也在培养另一支队伍 火枪队 首领是皇上的另一位心腹海都 海都为了坚持竞争者 自高奋勇参加了这次行动 为了抓住首领天狼 血滴子采取了一贯的方式 他们在冷的带领下和一众官兵一起 攻入了牧民当中乱杀无辜 软弱无力的牧民哪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牧民被屠戮殆尽 而首领天狼也被血滴子抓了起来 他们将天狼抓回了大牢 锁在了一个山洞中 由血滴子的首领冷亲自看守 但是天狼面对绝境 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废剧 他告诉冷自己算出明天不是他的解数 冷转身不去理会 因为他坚信没有人能从血滴子手中逃走 可到了第二天 血滴子把天狼押往朝廷的路上 这时天狼的老百姓就沿途堵得水气不通 场面变得混乱 天狼则对两边的老百姓喊 承诺一定会回来解救藏生的 就在此时突然一个壮汉从天而降 打破了囚车救出了天狼 而远处一个神秘女子则扔出了无数飞刀 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刺中了侍卫们 他斩断了天狼的铁链 天狼还抓住了血滴子中唯一一个女神 穆森作为人质 借着混乱之中将其带走 海都迅速将这件事情传达给了皇帝 隐秘箭长的血滴子不但闹出大动静 还把牢笼之徒放走了 皇上龙颜大怒 不再像先帝那样重用血滴子了 他决定用海都和火枪队来替代血滴子 而就牧森的只能靠血滴子自己了 但是海都依旧没有放弃对他们的监视 很快血滴子在冷的带领下潜入了牧民的人群当中 而海都也发现 作为冷却杀手的血滴子 各成员之间居然逐渐有了友情 还对百姓有了怜悯之心 他对血滴子的态度也从敬仰和竞争 变成了看清和敌视 甚至包括从小一起长大的冷 而另一边牧民们这里也发生了状况 他们中有人得了极为容易传染的一种疾病 在那个时代几乎无药可治 大家都依靠天狼的医术去医治 可是仅凭他一人的力量 又怎能救得了所有人呢 于是他站出来告诉牧民们 如今他们生活困窘 被病痛折磨的连草药都没有了 都是因为当今的皇上 之后转眼就发现了 隐藏于牧民中的血滴子 可他并没有生长 而是静止走向了他们 抓住了冷的领 对着他说 其实我们是天然朋友 血滴子抽刀开战 奈何对方人都势众 血滴子准备不足 只能先行逃走 可刚才那一幕已经被海都听到了 他回到了朝廷 告诉皇上 血滴子已有谋反之心 而皇上也听信他的话 下令将血滴子列为通缉犯 命令火枪队做好准备 一举将血滴子和天狼诛杀 而与此同时 血滴子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他们得知自己已经被通缉 认为是皇上的心腹 他们的首领冷出卖了众人 然而冷却恳求他们抓紧跑跑 然而一切已经太晚了 可是朝廷的先行官兵 已经来到了这里 而海都的人也埋伏在此 他们将四位血滴子成员围困 两人当场被斩 一人被调 还有一人被捕马分尸 可这一切都被躲在远处的冷看的眼里 他气愤极了 因为他们已经不是没有感情的杀手 而是共患难的兄弟 更痛心的是 这一切都是一起长大的海都一手造成的 他愤怒地找到海都理论 然而此时的海都已经冷酷到了极点 他举枪将冷一枪打入了悬崖 可是冷并没有死 而是被天狼救了下来 等到冷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在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 小孩子们在学习读书 先生夫子在传道授业 牧民农夫们都在忙着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副世外桃源的景象 而这又何尝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这里的一切都是天狼的努力 而被他绑架来的血堤子成员穆森也在这里 在这里天狼讲出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原来天狼的父亲是一个书商 天狼少年幼 一天一群官兵带着一群人闯入了他们家 最后全家人只有最小的天狼活了下来 而当时诸他全家的组织正是血堤子 从那一刻起 天狼就对血堤子产生了恨 然而经过思考和血堤子成员的沟通 他发现他恨的并不是作为血堤子的人 他们一样有父母兄妹 一样有感情和友情 他该恨的是这种互相为敌的状况 于是想要建立一个没有仇恨的村子 冷和木森被他的想法感动 作为血堤子最后两位成员留了下来 冷很快就恢复了体力 可是好日子并没有那么长 海独的火枪队终于还是攻打进来了 他们站在村子很远的山丘 就开始放炮 瞬间火焰和爆炸吞噬了这个宁静的村子 号称冷兵器之王的血堤子 百步之内取人手机 然而火炮的威力却超出了千米 木森眼看着村子被破坏 村民纷纷倒下 手持血堤子迎战火枪队 可不等血堤子出手 自己已经倒下 等到冷带来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呼吸 冷抱着木森悲痛交加 他成为了最后一位血堤子 眼看着村子化为废墟 炮声逐渐停了下来 冷走到了天狼的身边 而天狼已经算出了自己的结束 已经到了 他淡然地告诉冷 让他取了自己的手机去见皇上 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冷只好照做 回到朝廷以后 海都加官进决 火枪队也成为了皇帝唯一的黑暗部队 冷来到皇上面前 他希望皇上能够反思 不再如此对待像天狼这样的人 他希望天下满汉和为一家 而皇上也终于明白了一些事 从此满汉一家 前龙在位的六十年 新朝也步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故事当此结束